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做看这条数的时候 就参考05年PIA2的第六题 这条数难不做? OK啦 你可以看向上,你可以看向下 就知道A 那看Y-是否知道B 对,刚才也说过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但是在回考有时 其实就未必会出得那么浅 如果我把题目改为 那条比较Y等于AX二次 我会不变 我这里加多了个KX 另外B又会不变 那我这条题目就改了 做这样 然后我问你 K大过0,小过0 Kamy,那这次就知道吗? 那我就不懂了 那我们不如试试重温一下 一些巴默线的东西 如果这里Y等于AX二次加BX加C 我们这里有个Vertex顶点 怎样我找到这个顶点? 怎样? completely in a square 但是很烦 没错 由于很烦的关系 所以有些人很喜欢AX二次加BX加C 的顶点 就会寄入一步式 顶点就是-B over A -Delta over A 有时就可以帮助我们计算 回到这里看看 现在的顶点是这个位 你觉得这个顶点的X座表 X coordinates 就是这个位置 是正数和负数? 正数 如果我们再看看-B over A 那现在再看看 就是-K 就是B over 2A 这个位置 就是正数 大于0 那好了 刚才已经说了 开口向上A是正数 -K over一个正数 大于0 那就是-K 都要是一个正数 那就是-K是怎样? 小于0 没错 是一个负数 从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Vertex的资料 就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是小于0 同学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AX²加BX加C 就寄入这个顶点的式 有时是可以帮助我们考回考的